台南中西區一家廣告公司 就在昨天晚上發生火警 這個猛烈的火石 很快地就從二樓燒起 也導致玻璃爆裂 廣告公司二樓 串出大火 很快地往上持續延燒 民眾心急大喊 也紛紛報警 消防人員往二三樓 持續灌水搶救 但住宅悶燒 門充玻璃也因為高溫爆裂 起火的廣告公司 位在台南中西區青年路上 12號晚上6點多 當時還有員工上班 發現二樓機台突然起火 緊急逃生 據估是表示 他一次是在二樓 二樓有在做壓克力的切割 那一次可能是人員出去 不慎起火 這場大火在30分鐘後撲滅 二三樓已經全被燒毀 一片焦黑 屋主和員工及時脫困 沒有人員受傷 是否是因為廢棄的機台起火 還要進一步火調查明 記者姚文華才能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